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日本的首位男单市警赛冠军 及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单打选手陶田咸豆 陶田咸豆身高175公分 在出道时就展现了出色的往前技术和进攻意识 他以细腻的技术和稳定的心态闻名 特别是在小球过往时能够几乎贴着网而过 左手实拍的他进攻能力非常强势 不认是左侧还是右侧的杀球都能精准地落在边线上 早期陶田是典型的控网强攻型选手 他善于利用往前技术制造机会 使自己能够在后场展开进攻 由于身高上的不足 他的左右防守范围较小 防守能力相对一般 然而通过站得更加靠前 他能够减轻在防守时的压力 从而更好地利用控网抢攻战术 过后陶田逐渐融入更多防守反击的策略 他通过推球和挑球将对手控制在后场降低自身的失误率 并利用高水平的防守和过渡球技术制造对手失误 从而在赛场上取得优势压制对手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影片 一起来深入探讨他的羽球故事 陶田贤豆出生于1994年9月1日 在湘村县的三丰市出生 陶田贤豆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所以把他取名为看臭 陶田贤豆小时候在三丰市立集经小学校毕业 他在13岁时前往辅导县 在当地的羽毛球名校 富刚厅立富刚第一桌学校和县立富刚高等学校就读 在中学三年级时 他赢得了全日本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的冠军 并在那一年成为参加全日本锦标赛的最年轻选手 2011年 陶田前往印尼参加比赛 巧合地避开了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 过后日本发生了辅导汉事故爆发 由于学校位于辐射外泄警戒区 他被要求返回乡村 两个月后才重返辅导县的朱苗袋高校开始训练 同年 陶田贤豆也夺得了亚洲青年锦标赛 和世界青年锦标赛南单的季军 2012年 陶田在大阪国际挑战赛上首次晋级成人组国际赛事半决赛 当时以直落二局输给前日本国家队队员三田合思 在同一年 他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中汉体育大会 亚洲青年锦标赛和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 成为第一位夺得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冠军的日本选手 2013年 陶田贤豆高中毕业后加入NTT东日本羽毛球队 并成功入选日本国家队 他在成人赛事中迅速展露头角 首次参加全日本社会人羽毛球锦标赛及夺得冠军 在埃莎尼亚国际赛南端决赛中 他击败泛兰选手一出海诺 赢得首个成人组国际赛冠军 并在随后的瑞典 奥地利 两项国际挑战赛中夺冠 2014年 陶田贤豆入选日本的汤姆斯杯名单 并在比赛中发挥出色 在小组赛中 他取得三胜零负的佳绩 帮助日本队晋级 在半决赛中 他逆转杜彭玉 帮助日本队以3比2击败中国队 最终赢得了汤姆斯杯 同年 他还在亚运会男子团体比赛中 展现了强大的抗压能力 然而 他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和法国语超级赛中 分别在首人和半决赛中遭遇失利 以及在全日本中海羽毛球锦标赛决赛中 获得亚军 在2015年4月 陶田贤豆在新加坡超级赛中 赢得了他个人 以及日本羽毛球界的 第1个超级系列赛男子单打冠军 他在比赛中连胜香港的魏南 中华台北的周天成 汉英尼的Simon Sanchoso 最终在决赛中 以2比1的比分击败香港的胡云 这项胜利标志着 他在超级系列赛中的突破 为日本羽毛球 带来了历史性的成就 在同年5月的苏迪曼杯上 陶田贤豆再次代表日本参赛 他在小组赛中表现出色 帮助日本队取得小组第一晋级 在8强对阵丹麦的比赛中 他也要比战胜统龄选手安赛龙 为日本队赢得胜利 尽管在半决赛中因受伤未能上场 但日本队最终获得亚军 6月 陶田贤豆参加印尼超级赛 成功晋级到决赛 并在决赛中 逆种威冕冠军丹麦的Joe Benson 赢得了他的第二个超级系列赛冠军 在2015年8月的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 陶田贤豆表现出色 成为日本历史上 第一位打进南丹半决赛的选手 尽管在半决赛中 输给了未免冠军成龙 但他获得了季军 赛后 陶田表示自己不是因为压力而落败 而是对手每一拍每一球都很完美 导致自己有很多不必要的自发性失误 其后他在自己社交网站上表示 这次落败让他下定决心 要令自己变得更强大 在年末的超级系列赛总决赛中 他再次取得胜利 成为日本羽毛球历史上 第一位赢得男子单打冠军的选手 这一系列的成绩 标志着陶田贤豆 在国际羽毛球舞台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为日本羽毛球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2016年2月 陶田贤豆代表日本参加亚洲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比赛 并在决赛中率先为日本赢得一场比赛 尽管他的表现出色 但日本最终以总比数2比3不敌印尼获得亚军 随后 他在印度超级赛中夺得冠军 并在世界排名上达到了生涯新高的第二位 被视为里游奥运会的夺牌热门 然而 2016年4月 陶田贤豆因涉嫌参与非法赌场而突然放弃正在进行的马来西亚首要超级赛 紧急回国接受警方调查 他在道歉记者会上承认在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期间多次参与非法赌博 总计输掉50多万日元 陶田表示这是出于好奇心 但对迄今维持支持他的人以及辅导线的人民感到愧疚 请求外界原谅和重新出发的机会 日本羽毛球协会于4月10日召开紧急理事会 决定不会推荐陶田贤豆成为里游奥运会的日本国家队代表 并对其进行无限期竞赛 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也表达了对陶田行为的遗憾 并强调运动员必须守法 陶田贤豆所属的NTT东日本公司也对他急于停职30天的处罚 世界语言宣布因陶田贤豆和田儿贤一被竞赛超过一年 将两人从世界排名中除名 这一事件对陶田的职业生涯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竞赛后 陶田贤豆于2017年5月15日解除竞赛 由于他没有世界排名 根据日本羽协规定 他不能立即加入国家队 需要通过参加低级别的国际赛事来积累排名积分 然而 日本羽协特别允许陶田在7月自费参加国际比赛 并参加了5月27日的日本羽毛球排名赛 在日本羽毛球排名赛上 陶田贤豆在决赛中以2比1的比分击败上田拓马 因得了复出后的第一座冠军 他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对所有在困境时支持他 捍卫他提供羽毛球环境的人的感激之情 因表达了还没有把哪个大赛当作目标 随后 陶田贤豆自非参加了加拿大大奖赛和美国环兴大奖赛 在加拿大大奖赛上 他从资格赛晋级至决赛 但最终在决赛中输给了队友长三干泰 然后 他参加了美国国际系列赛 赢得了复出后的第一座国际赛冠军 击败了威的马拉选手凯文科登 接下来 陶田贤豆在国内的全日本社会人羽毛球锦标赛 以及比利时 捷克 荷兰和澳门等地的国际赛中连续夺冠 尽管未能在全日本中海锦标赛中进入决赛 但由于含了带国际赛的表现 日本以其他国家队总教练蒲朱凤 宣布陶田贤豆家与日本奥运会选手强化本部的推荐名额 桌体检入国家队 这标志指他成功重返国家队 为日本队在2020东京奥运的战略需求做出了贡献 2017年底 陶田贤豆重返日本国家羽毛球队 但由于积分不足 无法参加2018年3月的全英公开赛 然而 他在4月底参加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连续战胜多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 包括击败史宇奇和李中伟成功进入决赛 最终在决赛中以2比0击败成龙 成为日本羽毛球历史上首位获得亚锦赛男子单打冠军的选手 陶田贤豆在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成为备受瞩目的羽毛球星星 接着陶田贤豆在2018年6月参加了马来西亚公开赛 再次表现出色 连胜多位抢手晋级决赛 但最终不敌李中伟 然而 在葛州的印度尼西亚公开赛上 他在半决赛中再次战胜李中伟 并在决赛中击败安赛龙 赢得复出后的首个超级赛冠军 此后 他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单冠军 成为41年来首位日本男子单打冠军 陶田贤豆在接下来的比赛季中继续保持出色表现 包括在日本公开赛夺冠 也在中国公开赛有进入决赛的表现 由于他的卓越表现 陶田贤豆在2018年9月27日成为日本男单选手 首次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人 属于陶田的时代正式开启 他继续在2018年的各项比赛中表现出色 包括赢得丹麦公开赛和中国福州公开赛冠军 然而 在世界羽连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中 他在决赛中输给石宇琦 未能夺得第二个总决赛冠军 但是董铁而言 2018年对陶田来说 是一个充满冲黑串等旧的一年 他在前去与马球赛养散 长路头角 成为日本游娃球的离京人物 2019年初 陶田贤斗在马来西亚大师赛和印尼大师赛遭遇失利 但在随后的德国公开赛中夺冠 他随后在全英公开赛创造历史 成为所谓来自日本的男子丹打冠军 4月 陶田贤斗在新加坡公开赛 海亚州羽毛球锦标赛夺得冠军 成为亚锦赛历史上第四位成功未免的选手 在苏迪曼杯上 他助力日本队打进决赛 但最终输给中国获得亚军 陶田随后成功未免日本公开赛冠军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 在这阵羽毛球锦标赛上 陶田贤斗以第一种子身份参赛 并成功残联市井赛冠军 成为首位实现这一壮举的日本选手 9月 他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夺得蓝丹冠军 这是他首次赢的该赛事的冠军 同月 他还在韩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击败周天成 赢得本赛季第八个冠军 成为日本选手首次赢得该赛事的蓝丹冠军 陶田贤斗在2019年赛季中持续展现卓越表现 迎来了辉煌的职业生涯 单赛季取得11冠 成为羽毛球界的焦点和日本羽毛球的领军人物 但不幸的是在2020年1月 陶田贤斗在马来西亚羽毛球 大师赛夺得冠军后 在马来西亚准备返回日本的途中发生车祸 导致头部 鼻梁骨 嘴唇和脸部受伤 嘴唇缝了树针 属性的是手脚没有受到重伤 随后 陶田休息了好一阵子好好养伤 2021年1月 他又被确诊了感染新冠肺炎 导致日本羽毛球队的远征取消 在2020年东京案会上 被视为夺冠大乐在主场作战的陶田 在男子单打小组赛中爆冷被淘汰 他在小组赛以15比21 19比21败给了来自韩国的徐光熙 无缘出现进入淘汰赛 同年11月 他在印尼羽毛球大师赛中夺得冠军 结束了22个月的冠军荒 然而 2022年成为陶田咸豆事业中的低谷 他在多个比赛中早早出局 出战的九战比赛有五战首人出局 他请在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中获得亚军 世界排名也下滑至第18名 陶田咸豆最终决定退出今年胜率的比赛 状态下滑是主因 他想用这些时间去调整状态 他在采访中透露 自己输球的最大原因是找不到打球的动力 实际上就是找不到赢球的方法 此消息一出 引发球迷大量关注 球迷也期盼他尽快找回自信重回赛场 回归后的陶田在2023年3月 德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取得突破 击败了中国的石宇奇 但在半决赛中输给了中国的李斯丰 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为人取得显著成绩 世界排名也调出前32名 可是在年底的韩国羽毛球大师赛上 陶田咸豆击败多名对手 最终在决赛上击败师弟渡边永航成功夺得冠军 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冠军荒 虽然距离之前巅峰的他还是有差距 但这也是个好的开始 象征着他努力重拾信心 有在慢慢恢复状态 陶田的羽球故事里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 2016年里游奥运会前夕 陶田咸豆英爆出丑闻痛死奥运参赛机会 好不容易完成自我救赎从返赛场 登上世界雨连南登排名第一宝座 却又遭遇了险些致命的交通事故 随后又因疫情换上了新冠肺炎 状态不如以前错过了奥运冠军 以他的巅峰实力奥运冠军对他来说可不是问题 要知道当年处于巅峰状态的陶田可说是没有什么对手 就连奥运冠军的大魔王安赛龙也是跟败下风 过去的五年 陶田咸豆历尽坎坷艰辛 但也实现了成长 他可以说是在坎坷中成长的羽球王者 尽管已经回不去陶田的时代 但是能看陶田健康的在场上打球 已经是对球迷们还是喜欢他的粉丝来说是一种幸福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精彩的体育运动员的故事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